大家好,我是夏美 夏美今天来到了苗栗的顺心车站 要带大家来体验Rail Bike Rail Bike呢,它是结合小货车 跟脚踏车中的鱼医生 让旅客可以轻松地带旧铁道上 宝览苗栗三线的美丽风光哦 搭乘前呢,请特别留意池注意四项看板 夏美特别提醒高血压、孕婦 七岁以下至110公分以下的孩童 静止搭乘,还有宠物也是不能搭的哦 哇,这就是我们Rail Bike Rail Bike它有三个贴心的设计哦 第一个,它这里有植物栏 三个,它可以放包包 第二个,它有水杯架 可以帮你的宝客屏放在这里 第三个,它有GPS导览机 各位嘉宾您好 欢迎大家乘坐升线 也叫自行车 旅客可以在定点做导览哦 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在出发之前呢,下面有安全守折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放完包包之后 记得要调整座位 那调整座位呢,它就是需要坐着的时候 它才可以动 那就是前后做调整 再来呢,就是细紧安全带 在清安全带的时候呢 如果像这样子,有一点卡住也不用干系 它只要放回去 再重新拉一次 就可以顺利把安全带系紧咯 记得哦,我们在全程行驶步骤中 不要解开安全带 要注意安全 第四个,就是启动我们钥匙的发动钮 第五个,就是放手刹车 如果没有紧急状况发生 千万不要拉手刹车 后方的乘客也不要按手刹车 不然的话,只要像这样按了 Rail Bike就不会动了哦 那我们最后的步骤呢 就是打开车灯 因为我们前方就是隧道 一定要把车灯打开 只要把这个开关按到1 车灯就开咯 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咯 如果遇到行员 一定要减速慢行 注意安全 那出发的路段呢 是下坡路段 只要像这样 轻轻的稍微退一下油门 它就会往前进了 那我们会定速在12公里 非常的安全 那就是要注意安全咯 快走 我在这儿 刚才的说明 哇四 heard 我开封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